主 玉湖姑姑来了 快请她进来 奴婢玉湖 请贤主安 贤主 奴婢此来 是为冷宫侍卫 林云彻调度之时 如今有昆宁宫 和圆明远两处侍卫有缺 不知您意下如何 昆宁宫是帝后大婚 所居之处 自顺治朝后 就成了萨满敬神的地方 倒是一个安闲的好去处 那奴婢去安排 不过便是没有贤主 为林云彻求恩典 皇上也会封赏她的 为何 因为贤主而进冷宫时 皇上曾吩咐奴婢 寻得林云彻与赵九霄二人 护住您的姓名 自然了 林云彻与赵九霄二人 也是功不可恶 尤其是林云彻 几次意外之下 就了您的姓名 奴婢对此也是感激不尽 皇上心中一直牵挂贤主 否则海贵人调度江太医之事 则会如此轻易 又无人察觉 自是皇上用歧辱 暗中通融的道理 如此看来 皇上把贤主 一直挂在心上的 这幅画 在郎侍宁那儿放了许久 如今才拿了回来 听说贵妃不喜这幅画 怎让皇上丢了 即便是画丢了 人没丢掉 还在心里 朕总想起轻盈 秦那时候还活得自在些 而如意 在冷宫艰难度日 但是女工就编了 三百二十六条骂子 手帕 绣了一百一十二块 臣妾在冷宫的时候就知道皇上不会忘了臣妾 可是臣妾不知道皇上还知道这些 竟知道得这般清楚 你亲手做的那些老子和手帕 每一样都是过了朕的严 才送到宫外变卖的 朕看到那些 就知道你能挨过去 知道你没有幸亏了 那些灵硝花 在冷宫开得出来吗 在冷宫开得出来吗 那些灵硝花 那些灵硝花 有没有让你安慰一些 每年都开 开得极好 开得极好 皇上 还派人护住了臣妾的性命 你胡告诉你他 这灵硝一活 还能够治伤痛 朕知道 你在冷宫过得艰辛 所以朕希望 你像灵硝一样 能活下来 朕也知道 你喜欢绿梅 所以送你绿梅粉 臣妾今天用了 这梅粉清香 与你最相依 你和朕说过 就算在鬼中的 身外华物 都敌不过 绝境中 不会放开你的那双手 从今以后 朕会一直握着你的手 你依靠着朕便是 死亡 你最后来陪伤了 你不再结束 你不再你 你不再换 你不再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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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带我